又不思议及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大臣经上常讲的 本经小本之缘就是阿弥陀西 佛在经上说过 佛格的定的名字 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祝佛所护你 这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为这个经定的名字 经上讲得很清楚 洛舍达斯 为顺 随顺 中国传统文化 把这个经体定作佛书阿弥陀佛 随顺中国传统文化 顺得好啊 为什么静宗修行最重要的就是持宁念佛了 所以它是用意义 它不是用知语 这是智慧 真是智慧 真是智力 所以这个名称 佛定的名称 让我们从这个名称上 你了解这部经 它的重要性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谁称赞呢 一切祝佛称赞 这还得了吗 一切祝福所护明 那么换句话说 你要真正念这句安徒 你就成就不可思议功德 你就得到一切祝福的护明 这这次的有评有据 绝不是假的 你为什么不念佛 为什么叶天造和胡思乱想 想着那些东西 全是露宿 全是六道轮回的 齐心动念 没有离开六道轮回 齐心动念 全是阿弥陀佛 你离开六道轮回 六道里头没有阿弥陀佛 这一段事情不能不知道 祝佛菩萨 祖师大的 翻经的这些法师们 你看他们的慈悲 他们的善巧方便 念念都是以利益众生 为出发点 念念希望一切众生 在这一生当中 依这个法门 疗生死出三切 成福作祖 这是多么大的恩德了 我们为什么这么插进 就是不相信 就是不想理会 把这一生 真正解脱的机遇 当面错过 你所犯的这个过失 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吗 而这已经是很大咨 Ale 有一些iety 就是这些都是 如果真正解脱的 也会有些 那这个是 判断的 这些乱 可能 对